今天來到這個商場 都是吃東西 坦白說客氣 來來來來 然後不停的一些廣告版 都在賣這個展覽 我們兩個才開始留意 Art & Culture Center 其實應該是新開的一個部分 我還沒去過 這裏有Q Pairing的一個拍賣展 我們本來都不知道 我真的經過幾個poster覺得 挺吸引 因為我跟Malamin也會去看一下這些 不然這樣有就上去看一下 我最喜歡這些沒有計劃 然後突然上去 其實去旅行也是這樣的 其實我去旅行最喜歡的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正在去旅行 其實這位藝術家 如果數到手指的話 他小了 大概30年了 他31歲的時候離開人生 他本來的畫作方面 一直以來 最愛的圖案都是很生圓的 天線條 反彈的 沒錯 但是這次反而 你看到他用的顏色方面 你看到會有融光色 嗯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 我們比較少看到他這一類型的畫作 如果你們問我自己有喜歡他畫路標的 其實為什麼我喜歡這一幅呢 其實那時候Kate Flowering一開始 很多人留意 是因為他在地鐵站 即是在美國的地鐵站 他畫很多圖案 在街邊 然後就是拿在不同的地標 路標 上面畫東西 其實我把這東西拿回來 還有其實去到後期的畫作 我覺得是演變了很多 我們一份 說有啥啥啤酒啊 我一個伯伯都沒有 不來了 我們以為走完了那個藝術展 原來還有 我要感覺到那邊的感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